我們還是非常感謝各位委員 剛才跟新委員特別報告 這個跟上一個案件 麻煩各位委員來幫他做出事 但是我們還是要接觸大家的 這樣的一個專業上的指導 那麼希望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公開頭的狀況 別人能夠給我們一些最後一些 最好的方向的選擇 我們為了接觸大家的時間 這些會議開始的狀況 好 在宣讀會議之前 那在這邊先以文資委員會立場表達 所有會議的討論開放旁聽 也請尊重所有委員的發言 那彼此以尊重的態度 面對這次的會議 那第二部分是針對今天的陳情團體 因為這已經是進入第三次的續會 那我們原則上是開放五位陳情 那請協調一下開放五位陳情 原則上每位三分鐘 那以上 那我們現在進行 105年3月16日 第78次委員會議進入 決議一 有關公民團體提報 三景物產諸事會社舊倉庫 據古基價值建造物 即因建政台北虎城北門周邊地區 現代化歷史進程之文化場域 據文化景觀價值案 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三景物產諸事會社舊倉庫 不指定古基 建政台北虎城北門周邊地區 現代化歷史進程之文化場域 依據文化景觀價值案不予列測 第二 儘速召開下次文資會 聚焦三個方案討論 第一案是都發局所建議遷移方案 第二案是都發局簡報所提的方案 可限定保留 但三景倉庫單獨保留在分隔島 第三案是民間團體所提的限定保留方案 並分析各方案的優缺點 第三 研擬建立文化局與民團溝通平台 探討重大文資保存議題 以兼顧永續發展 城市美學 文化資產等整體平衡發展 各方持續努力溝通充分討論 以上缺讀 然後我們針對上一次的這個會議 尤其是結論的部分 比較多的會員有沒有指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確認同步 好 那現在進行第79次文資委員會議 那先請文化局進行報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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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就整個歷史建築 申請副成都市會是 舊倉庫的一個保存方案 是應該有文化局來做的報告 那簡報大綱主要是針對於整個歷史建築 在文資法的一個定義 跟所謂的範疇內去做一個說明 再來就三景倉庫的一個歷史價值的一個研究 跟各位委員做個補充 第三點則是針對於把前兩次的文資委員會 以及透過公民的一個參與的會議當中 所做的一個審議意見的一個重整 最後來說明北門意象的一個審說 那其實在文資法第三條以前很明確規範 整個文化資產分七種類型 那其中在屬於建築物這部分 主要有四種 一種是土基、歷史建築、聚落跟文化景觀 那在聚落的話 強調的是建築區的這部分 文化景觀則是因為神話 或者歷史事件的一個場域 甚至於是人文跟自然的一個互動所形成的一個景觀 那我們這次鎖定在所謂的古基跟歷史建築 這部分來跟各位委員做個說明 其實古基跟歷史建築它的一個共同點 就是它是強調的是一個單動性的 那因此在文資法的實行細則上面也特別強調 古基及歷史建築為年代長久 且其重要部分人完整的建造物及其附屬設施區 那在經過文化局整理了文化部的一個網站資料的話 其實古基歷史建築它的一個保存的一個強弱度是有差異性的 甚至於我們可以先就古基這一部分來講 其實古基它是為了保護國家的重要文化資產 而具有一個強制性的方法 所以在法定用語說是指定古基這一部分 而且在保存觀念這一塊的話 就是如果古基內所含的原始資料訊息的話 應該全部保存下來 在修復工程部分的話 則是要依照原有的形貌跟工法 這是原則 那另外等火牽引或拆除這一欄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委員做個補充 那至於在歷史建築這部分的話 則是強調是一個登陸的制度 因此在整個空間的一個保存再利用的話 是屬於比較具有彈性的方式來處理 而且如果建築可以原有形貌的能保存下來 甚至修復的話為原則 但是有時候為了讓這整個歷史建築物 有更多的一個活力的話 可以考慮到用不同的保存方式來修復 那至於它的保存的範圍 可以做彈性的一個保存 甚至於部分的一個保存方法 那至於在古基這一部分呢 到底可不可以遷移或拆除 其實在文資法的第32條 文資法第32條開中謎就講 原則上古基是不得遷移或拆除 除了哪兩種要件 第一個是國防安全或國家重大建設 這是一個前提要件 第二個要件是有這個要件達成之後 還要送到中央文化主管機關 也就是文化部的文化資產審議委會 去做一個審議 才可以做遷移或拆除 因此呢 就法理上而言 三井物產都市會設 它是一棟歷史建築 並沒有文資法32條之適用 可是呢 這一棟建築物的文資意義重大 即便文化局在100年年 已經完成了公告登錄 但是為了求審勝 我們還是針對於這個案子的後續保存模式 跟再利用 提到我們的這次大會來討論跟審議 接下來 就三井倉庫歷史價值研究這部分 其實在101年的5月 已經完成了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那這部分的前行程序是兩次的委員 主專案小組委員的縣刊 跟送到大會來做一個審議討論 而大會在審議的過程當中 上一頁 大會在討論過程當中 其實委員一致肯定 見證日本時期殖民經濟的歷史 這是就歷史的這個面向來去做一個討論 另外呢 其實在指定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 它還有不同的一個評定面向 包括整個建築物的工房 結構 美學 以及藝術各方面 這部分來做一個綜合評析 那委員綜合的討論結果是認為 三井倉庫雖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可是在這其他面向是屬於比較普遍的作品 所以呢 相較於其他古蹟的一個指定標準 委員一致認為三井倉庫是一棟歷史建築 而這棟歷史建築包括了兩次的會刊 包括召集人士李前朗委員 以及大會的時候 各位委員其實以前也都有參與過這個案子 我們都了解當初在討論的當中 其實已經有針對於三井倉庫這一部分 去做一個文字價值的一個判斷 另外委員在做價值判斷的時候 同時也考量到整個能代表日治時期 一個所謂的財法經濟的掠奪 掠奪式經濟的一個發展的話 三井物產諸事會設舊下 比三井倉庫更具有代表性 畢竟三井倉庫它的整個的使用功能 是強調它是做一個倉庫的一個使用 而不像三井物產諸事會設舊下 是一個所謂的中樞神經 好 那我跟各位委員說明的就是 古蹟跟歷史建築在有關三井物產諸事會設 分別有不同的一個指定跟登錄的一個過程 那在三井倉庫調查研究案的時候 也感謝黃世娟委員 在99年的時候幫文化局做了一個所謂的 歷史性的一個調查研究 包括了檢疫的頻率剖面的一個撤繪 而送到文字委員會去做一個審議 也因這一本的基礎性研究 讓委員在101年可以做一個比較綜合性的討論 確認其歷史建築的身份 那之後呢 文化局在102年也委託了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郁兆群、郁老師這邊 來針對於所謂的北門國定古蹟 這樣一個國門的一個意向 如何整合所謂的北門文化資產 點線面的一個文化資產群 去做一個周邊的一個改造計畫 進而引申台北市政府各局處 跨局處的一個合作 包括都市發展局、交通局、文化局、公務局等等 開啟了西區門戶的想像 另外也感謝張坤正委員在上次的文資會議當中 針對於山景倉庫他的艷名證深 經張老師最後的一個文獻資料的佐證 確認其實這一棟歷史建築真正的身份 應該是廣通運輸社 作為山景物業的一個運輸的一個場所 也就是說真正強調的是在廣通運輸社 而不是山景物業的這一塊 那上次委員有不斷強調 後續應該針對於這所謂的調查研究 應該做更細緻更精準的一個調查 那這部分市政府也會後續針對於 這棟的歷史建築保存的一個 統包工程當中去做一個建物解體 包括毀壞的情況 還有如何去強化這本身現有保存來的歷史物件 去做一個調查 那這是張昏正上次 張昏正老師上次在透過台灣商工辯南 等相關的一些文獻 去確認了所謂三景倉庫的一個可能的身份 那換言之最後重整整個廣通運輸社 這三景倉庫的文資價值分析 我們要強調的 其實包括基於黃士娟老師所做的一些測位調查 跟初步的一個研究之後 其實可以從建物時空環境這四個面下來做一個分析 在建物部分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二層專木的一個混合造的一個建物 另外它主要是作為一個儲物的空間 表現在時空背景上面是1910年代的一個紅磚產業建築的一個時代性 另外也結合到所謂的大稻層作為一個轉運的一個機能性的一個表示 另外就這整個三景倉庫跟周邊的話 它強調的是屬於清代城門外的一個地理屬性 而且保留了所謂的面臨道路的這樣的一個特色 那接下來跟委員報告文資意見的會整 其實市政府在推行這個案子的時候 前前後後從去年的104年的11月到今年的1月 無論是專家學者的焦點座談會 或者所謂都市計畫的公展說明會 甚至於邀請民團來參加所謂的工作坊 參與討論跟設計 這部分還有包括在都委會的審議過程當中 以及我們兩次的文資審議委員會 都有廣邀所謂的關心這個案子跟議題的不同的團體跟利益團體 來進行討論跟審議 最後文資委員會在上次討論過的一個整個的決議內容 是聚焦在所謂的方案二 方案二也就是所謂都委會 針對於原本公展的都市計畫道路做南向的微調 那這樣的有什麼好處 就是北門廣場是一個腹地完整 而且是一個對稱型的左右對稱型的一個方式 而且也比較讓人形可以親近它 那方案五的話是有上次是張坤正委員 希望提出來參與討論 就是說可不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經過我們的研究 其實這樣的一個北門廣場形狀 相較於剛剛所提到的一個方案二的話 其實是屬於形狀不對稱 而且整個的腹地是比重失衡的 另外好不容易北門以前因為宗教橋引道而形成的一座孤島 我們不希望三井倉庫因為這樣的道路設計 也變成了另外一座的一個孤島 所以呢這是我們提出來的一個分析 另外針對於上次民團78次在大會提出來的 其實一樣有所謂的一個孤島的一個特性 而且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文化資產是要跟人親近的 所以呢在這樣的一個方案 其實也是屬於比較可及性還有不易親近性是比較不好的 甚至於會容易造成所謂的交通一個動線的阻塞跟車禍的行程 77跟78兩次委員的一個意見的一個會整 釐清101年公告登陸附帶建議北門異鄉的一個原意 這部分等一下下一個章節我會跟主席還有跟各位委員做一個補充報告 另外三井倉庫需要更細緻的一個調查研究 那這部分剛剛也說過從99年到102年 甚至於我們希望接下來所謂的一個統包的一個拆解工程 都可以補充三井倉庫的一個文資價值跟做更新的一個調查 另外兩次的意見有針對民團提到所謂的程序不合法不合理性這部分 那這部分我要補充的是其實文資法是一個特別法 因此在都委會的上次的一個決議的附帶建議內容裡面已經保有彈性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一次文資委員通過的案子足以影響到整個都市計畫應該要重新啟動 重來的話這一部分他們也會配合辦理 那另外歷史價值未定不應倉促決策 這邊要跟各位委員說明的 從99年所做的一個基礎調查 跟後續的一個公告登錄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今天才針對三井去做一個歷史建築的一個討論 那另外針對於不應該只針對三井建物本身論斷 而應該從周邊古籍取台灣歷史橫跨不同政治治理的一個多元文理脈絡來看待 那這部分我會跟各位委員等一下做個補充 因此呢在基於剛剛所提到70幾次文資委員的一個討論的一個結果 包括立基於黃世娟老師做的那個調查研究 以及各位委員去線刊過的一個實際情況 在大會的時候已經有針對於三井物產諸事會設 這棟歷史建築的歷史文化藝術等價值 還有未來管理維護之影響進行評估 而做出了所謂的附帶結 附帶的一個建議 這個附帶建議就是在強調 應以行碩北門意向為重點進行考量 而後呢應該配合該計畫與周邊古蹟活化的發展 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規劃等議題 研議最適合的一個保存模式 基此所以市政府在這樣的一個附帶建議情況之下 而做了相關的一個努力 包括文化局102年以及後續都發局所謂的都市計畫的一個公展說明會 都沒有脫離這樣的一個附帶建議的一個指示內容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北門意向新說 在剛剛的101年5月的這個附帶建議的一個大架構之下 文化局在101年做了這個規劃案 是委託郁老師的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來做 而後是都發局跟交通局來做後續的都市計畫的一個規劃發展 那這個規劃發展其實市政府想要打造的是一個所謂的 北門古蹟周邊群的一個歷史性地景的一個發展 那甚至於我們從清代的一個跌圖來看 其實這整個護城河那時候清代還沒有三井倉庫 但是北門本來就是作為一個城門 轉換到現在的意義它就是作為一個國門的一個意向 它重要的一個節點是所謂的南北軸的一個縱貫線的一個意向 而且強調的是所謂的進城、出城的一個城內外的一個重要的鎮守節點 那三井倉庫的話 在清代的時候它就是坐落在這個所謂的護城河的一個位置 好 那在日本史 日本時期的話 其實三井倉庫坐落在這個所謂面臨馬路這一部分 所以呢 比對了清代跟日據時期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一個府城外的一個沿街面的街屋 是一個府城外 也就是說它是在城外這一部分 另外強調了所謂的鐵路跟倉儲的一個運輸功能的一個連結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市政府希望透過整合所謂從清代日據時期 這樣的一個整合的一個史觀 來詮釋所謂的北門文化資產權 而這樣子的一個景觀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強調人本 而且強調的是 大家以後可以比較親近 無論是國定古基北門 或歷史建築的一個可及性 都有大幅的改善 而不再是一座孤島 另外 另外 另外我們也希望說這樣的一個腹地 可以做比較好的一個完整的一個再利用規劃 而且 也強調出 山景倉庫 就算位移 它還是在所謂的城門外 它並不會因為位移 而把它引入到城門內 這樣的一個 以前的一個歷史關係 更放大來看 我們從整個北門為中心的 這樣的一個北門文化資產群 我們可以看到 鐵道的 鐵道博物館 郵政博物館 甚至於 文化部正在做整修修復工程的 攝影文化中心 以及 台博館 以及 國立台灣博物館 土營的展示館等等 這些的規模 其實我們塑造的一個是歷史性的一個都市地景 而不是純粹就一棟建築物來看 我們希望透過點線面 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整個的都市規劃 那 接下來是講方案五這部分 其實方案五它是 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道路分流的一個方案 那 是屬於所謂的 山景歷史建築的一個原始保留 而且 在這部分 經過我們的分析 我們認為說 因為缺少所謂的一個緩衝地帶 建築本體的話 亦有發生危害之餘 而且 對於市民而言 也不亦再利用跟親近性 包括方案十一也有相同的一個 這樣的優勢利弊 雖然它是在原子保留 具有歷史的一個真實性 可是在交通方面 在後續的再利用整體的一個發展性 其實它是相當受限的 那跟各位委員說明的是 接下來是98年其實在文化局進行文資線刊的時候 當時候的整個屋頂狀況其實都還不錯 那包括整個行價 那我們要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當時候的整個的物產的管理單位是台鐵局 那我們今年好不容易有這個契機 台北市願意啟動所謂西區盟屋計畫 來做整個大規模的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保存跟再利用 相較於98年的文資的一個建物內部狀況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105年的時候 其實屋價垮了 那屋頂也沒了 那甚至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所留的一些歷史見證 其實損壞狀況很嚴重 那因此呢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接下來來的一個解體工程 會針對這些所謂的一個做一個好好的一個診斷 那這個診斷呢 我們會用手工的方式來折優保留 保留最大的一個原始的一個構建 經過我們的現況分析 我們發現到其實整個磚拱跟開口部 因為車流的關係 地震的關係 整個的一個震害結構 是破壞性是非常嚴重 而且因為生物性物理性的一個時間因素 造成了所謂的漏水 甚至於整個的屋價損害了 因為屋頂 屋頂破裂而造成滲漏水 影響到整個的二樓的木構的一個樓板一個系統性的一個損壞 那市政府非常重視這個案子 因此呢 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跟台鐵局主動積極希望說 這後續能交給市政府撥用 而且來做一個管理經營的一個單位 包括市長在二月的時候 親自拜會了台鐵局的州局長 其實很多可能很多民眾擔心會不會一旦解體了 就不會重組回來 其實文化局或市政府這邊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我們也有編了連續性三年的預算 我們預計在最慢在107年完成這樣的一個重組工程 而且整個活化在利用定位 除了這棟建物的本身 記憶倉庫Info House的這樣一個定位之外 我們也會結合周邊的5G群 深入所謂的做一個教育推廣的一個動作 不斷的認識我們的歷史跟我們的城區 那這一部分也會甚至於結合一些 譬如說虎台街洋樓的經營者管理者 那我們去做教育扎根的動作 去做小學教育的一個導覽 然後來把這裡做一個所謂舊城區的一個資訊匯集中心 不斷的透過一些策展方式或多媒體的方式 把大家的記憶存放在這一個所謂的空間裡面 因此基於以上我們希望三級倉庫之保存 應該考量其文化資產價值 修復計畫 形塑北門意向的重點 而且要強調的是 應該配合周邊古蹟火化的一個發展 跟都市發展交通規劃等議題 還有後續我們都覺得說保存 可是保存後續其實很多都強調一個凍結式保存 沒有想到後續再利用的這個議題 我們也希望透過文化局可以做一個管理維護 結合了周邊的地區發展 我們來研理最好的一個保存方式 另外要強調的是 其實原子保存是一種文資的一個保存方式 遷移也是一種保存方式 重要的是在歷史的一個詮釋跟原有價值的一個彰顯 那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研究紀錄 而且包括做過不同的一個調查報告 這個歷史價值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我們山景倉庫不論是原子或牽引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消失 那也不會減損到其他在所謂的地理位置的一個見證性 這是以上文化局的一個普通 好 非常謝謝文化局的報告 好 那麼我們也先歡迎這個議會非常關心 這個許淑華許議員也到場來給我們來參與跟指教 要不要先跟我們講幾句話還是先聽大家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是先請委員發言開始 對 先請委員發言 我們在現場朋友有五位登記發言 OK 那我們還是回憶了 就是說 上一次的會議 那麼在最後幾位委員會整 那麼希望聚焦在今天這個方案2 還有方案跟方案11 那這樣的一個利弊得失 那麼剛才在最後一頁裡面 那麼也跟大家來報告就是說 最後的這個保存的方案 那麼應該不只是單項的一個思考 單一項目的思考 那麼不管是在會場內或會場外的 也許我們可以來正面看待 整個文化資產的價值修復的計畫 甚至行錯北門一項 這個北門一項 大家也不要忘了 它是我們文資審議會的正式的決議 那麼在周邊古蹟活化發展 那麼到最後的要兼顧都市發展交通規劃 跟後續的管理經營跟這些維護 我想這是非單一項目的思考點 那麼我們今天最後第三次 那麼再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三個方案的聚焦 那我們是不是還是按照整個程序 那麼先請教看看 就這三個方案的選擇 那麼我們在座的委員 有沒有給我們指教的地方 有沒有 如果暫時沒有的話 我是不是要先請這個關心的這些 民間的團體代表先進來好不好 我剛才聽說他們有新市政要發表的 要不要請他們借這個控黨 先來跟我們發表 先來跟我們發表 好我們先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 不好意思今天來我們過知就是以前可以民眾登記發言 但是今天變成協調五個人三分鐘 那其實這個這是大概是開放旁廳以來 大概是最限期的 那我只能說我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後面的其他人,那我會堅持吧,我覺得該要講完的報告講完,那麼也希望其他的審議委員願意給我們這個機會,不要用三分鐘來限制發言。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無限制發言?我沒有說我要無限制發言,那剛才多久時間?10到20分鐘。為什麼不太可?為什麼?10到20分鐘有這麼困難嗎?那你如果說你協調10到20分鐘,都有你單一來發言?我沒有辦法代表其他人。那如果說下一位進來說要發言60分鐘,我相信不會這樣子的。 我相信不會這樣子的。我們民主社會,大家必須要把這些規則要講清楚,好不好?如果是民主社會的話,那麼為什麼每一次規則都在改變? 他在進行會議嘛,會議有遊戲的規則,好不好?就是說在這樣狀況下面,你要10分鐘,他要20分鐘,那就不用注意到。 就是如果要講民主遊戲規則,那麼這個過程太多違反民主遊戲規則了。主席我們其實很卑微的希望,這個就是給我們10到20分鐘。 做完整的報告。 現在主席也沒有很大,那在這樣一個狀況下面,他有他的遊戲規則,如果說你要無限制的發言。 我沒有要無限制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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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先講了,第一個要講的是,其實我們覺得交通是個假一體。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下一張,整個戲區門戶計畫的由來,其實大概有30年之久,我們也非常的清楚。 那麼這一張其實是1993年,最早是從1989年,然後到1993年所謂的特定區域的計畫。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張圖,其實是都發局提供的資料。就是當時其實北門你到拆掉之後,交通是一直線的。 那下一張,後來在2006年的時候呢,改了一個計畫叫做中央車站跟中央公園。 那麼開始看到那個道路的線其實是改變了。這個線行當時其實就是有想要為了符合北門的所謂廣場的設計。 那麼這個證據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在講這個路行本身,事實上就已經考慮到文姿。 那麼這個路行其實就是輔助文姿,這個地方的重點應該就是文姿。 下一頁。然後到了2013年就是歷史資源學會他們做的這個報告裡面,其實大概也是依據2006年的雛形來做的。 所以一樣是有一個所謂的北門廣場,然後路行要調整。 那麼這一件事情讓我們覺得事實上路行真的就是文姿問題。 那麼今天我們遇到的其實也是文姿問題,就是北門廣場然後遇上了在2012年被登陸為歷史建築的三井倉庫。 不一樣的歷史價值被提出來了。所以其實是可以,2006年的那個計畫其實當時因為三井還不是歷史建築嘛。 對,那現在它2012年是歷史建築了。那麼所以其實它是應該可以有不同的考量。 但是很可惜就是在2013年的這個報告裡面,我們認為它其實犯了一個蠻致命的錯誤是沒有討論三井的價值了。 而繼續延續了2006年的那個計畫,所以變成是正義的由來。下一頁。 好,那這是2015年就是柯市府上任之後的計畫。 然後也看到那個路行其實就是萬的,然後三井就被移動了。下一頁。 好,那我們要說就是剛剛有幾個時間點,就是一開始的那個佐佐牧的計畫1989年。 然後1993年的都市計畫西部計畫,然後到2006年的那個中央車站的計畫2013年。 然後到2015年,其實中間就是經歷了2012年這個三井倉庫的歷史建築的登陸。 那麼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也是應該可以再重新討論路行的機會。 那麼如果當時就是在2006年的那個想像,其實就是讓路行要以北門文字為主的話, 那麼認為這個路行其實就今天的討論裡面就不應該拿來再與文字對立。 好,下一頁。 對,那麼其實四年的時間我知道有委員覺得好像可能用30年來想說, 這個北門西區門戶計畫30年的歷史不應該再因為一個個案有推翻。 可是剛剛舉的例子其實想告訴大家說,可是三井倉庫的出現其實才四年。 它並不是說三井倉庫一直存在,然後就是一直佔用在那邊,然後大家一直忽略它,然後已經忽略到現在,所以我們就繼續忽略下去吧,並不是這個邏輯。 好,接下來,這是幾張照片,就是其實一直都發局,請問有光筆嗎? 然後都發局或是交通局其實一直在講說好像三井附近的那個交通很亂, 但是其實真的要讓大家看到這個混亂並不是三井造成的, 之所以卡在這邊是因為北門廣場的設計現在並不良,然後整個臨時的路行也非常的混亂, 所以才會造成有很多公車在這邊卡住,下一頁,再上一頁,對。 然後呢,這個卡住也有一個原因,這是我們問過附近的住戶跟交集, 他們覺得在這個地方的設計就是這整個人行道其實在這邊突然突出來了這件事情, 讓很多公車其實是容易開出來的時候會撞到, 那麼為什麼這個人行道是突的呢? 因為以前這裡有一個地下道,所以它坐的比較寬,那後來也沒有再做改良,下一頁, 就是Google map上面的圖,下一頁,好,再下一頁, 因為下面好像沒有人登記嘛,是不是? 我不確定,目前沒有人登記嗎? 對,目前沒有人登記,如果沒有人登記,我們再開放卡三分鐘, 沒有只給大家登記啊,沒有只給大家登記,我只講我們自己的,下一頁, 這個控制他,他要發言要幹什麼,請他進來發言,好不好? 民主社會是有秩序的,控制他,控制他,好不好? 政府是不會受要挾的,我們開放討論嘛,好不好? 政府不斷的在壓制人民,對,但是他不要用這樣態度來逼迫在場的歸議, 那能怎麼辦呢?他不這樣子的話,能怎麼辦呢? 不要煽動,不要帶動,好不好?政府絕對尊重,我們這個會開第三次, 沒關係,我覺得現場就是有直播,很多民眾也都看到了, 我有責任要維持秩序,但是怎麼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 我們要看整個會場的一個秩序,好不好? 來,請 這張照片是2003年,就是楊老師在做三井就下修復時候提出的照片, 在他的這個資料裡面其實他講到,就是這一棟倉庫呢,在他的資料裡面有帶到, 其實是三井物產台北支店的茶行,那其實不太清楚他直接引用的資料是什麼? 下一頁,然後他也講到了就是所謂三井倉庫遷徙的動線,下一頁,好, 那麼這張圖要講什麼呢?就是在後來2010年黃世娟老師的報告裡面大概提出了跟楊老師故樣的看法, 就是說其實三井的第二代支店可能另有其人,就是可能是在這一棟, 這張照片是什麼?這邊是現在的行光三月,這個是鐵道飯店, 那這個是三井的第二代電,那麼這輛車子開出來的方向裡面呢,其實是台北火車站, 那這是北三線,其實就是從北門的方向往,就是行政院的方向拍的照片,好,下一頁,好,那這一張圖又是什麼? 可以再上一張嗎?好,這邊這個轉角裡面還有一棟房子,那麼下一張照片大概就是從三井的方向往這個方向看,第二頁,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遊船倉庫,就是日本遊船,其實是三林的倉庫,好,下一頁,好,那這是三井的那個明信片, 所以其實這個名字上面寫的很有趣,叫做停車場前甲事務所,就是好像對三井來講這是一個臨時的辦公空間, 那麼在黃世娟老師的報告裡面的確其實沒有明確的資料可以提出說三井倉庫到底是什麼, 但是二代店在這邊恐怕就是確定的,那麼但是這個假事務所好像變成是它是一個臨時性的事務所,好像有點點這個味道,下一頁,好,這是它的比較大的照片,下一頁,好, 那麼這個是要講什麼呢?就是說,三井倉庫的聲勢不太清楚,但是二代店另有其人,可是在楊老師的報告裡面, 其實又說它是二代店,那麼到底這些資料有沒有辦法再進一步的考究到底它是什麼,我們覺得其實是值得再往前探索, 那麼這個照片是我們圖上面找的,那也必須要提醒就是說,在黃老師的報告裡面, 我們認為其實是非常整體的講出了三井的價值,一來就是說,過去我們在講,其實是比較講說它現代化的變化裡面,三井什麼時候來到這邊, 其實是台北城市或是台灣近代化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但再來就是說,其實北門圓環維持的歷史是很久的, 那麼這個圓環的狀態其實對很多老台北人大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跟影響, 那麼所以就想要講說日據時代,老師也提到了,就是說其實當時如果可以用圓環來重新想像這個空間的話, 那麼這個圓環其實是被三個地方,有嗎?確定嗎? 下面還有登記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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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位發言,下一位發言,好不好? 好,第二位,謝謝 我們其實沒有想要無止境的發言 可是我還沒有講啊,我們還有陸行要講,為什麼不能讓你們講呢? 你第四個,拜託,第四個,老師也要講,好不好? 我去想一想 可是我們是完整的報道啊 我們要做規則喔,不對? 你要講,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 也是名字 你們看,是什麼老師嗎? 拜託嗎? 我先簡單介紹自己 我10歲,在動物園工作了19年 那,然後又是那個叫做,在動物園工作時間的話 那個,我得到的雙億獎金的話 但應該是最高的 所以說,我學習能力應該算很快 那,我只是很納悶的說 為什麼都發局的人 到底有沒有去 去跟文化局的人上過課 怎麼會做出這種 就是先 怎麼會沒有討論山井倉庫 他在那個位置的重要性 然後就直接說 我們要平移或是重建 像剛剛那一位人發言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動物園 對議員質詢的話 我們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的是世界級的 所以 我們 當他們回答的是 問疑問的話 我們不會被問到 那你們剛剛的話 一直拿石頭去砸自己的腳 什麼叫做 那個 有編列那個三年預算 說真的 在公家機關做事的話 馬上知道 第二年廠商就會說 對不起 資材提高了 那個 我們這樣做不下去 就落跑了 所以你能夠保證 三年之後的話 你三年之後可以重建嗎 第二點 再來就是說 平移 你是開玩笑嗎 專照的東西 你跟我講 你拆了話 剩下多少 可不可以 用數字說話 用數字說話 當你拆掉餐景的時候 剩下幾塊是完整的專 不要用那種 呼籠我方法說 你可以平移重建 當我們白癡嗎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說 那個都發局麻煩 那個資料都準備齊全 然後再來說 平移椅 五十公尺 一樣嗎 一樣嗎 你們去便利商店買東西的話 黃金商牌 你不賣的話 你都要上架費 就是因為山景 他那樣的政商關係 他才有辦法在那個蛋黃區 然後咧 所以他處於是 河岸景觀第一排 退後五十公尺 河岸景觀第五排 這就不是一級單 這不就 這不是一級商人 是五級 等於是區公所的那個代表 為什麼要平移五十公尺 奇怪喔 對啊 你等於是黃金三排 就有移到冷凍庫 五十公尺 你說馬便利商店的話 從黃金三排 五十公尺都已經移到隔壁店了 不知道是哪裡去了 然後再來 你說那個路行 我覺得很奇怪 在座有哪些都有去 去過日本考察 為什麼 你在過馬路的時候 會不會很驚訝 他會讓你 車子會停下來讓你過 沒有那麼急 車子沒有那麼急 因為就是 這個一些生活的觀念 一個人文的素養 就是在平時養成的 他會尊重人 他會尊重 欸 下次幾分 還有30秒 30秒 喔 所以說 車速不是很 車速 你那個路行的話 應該是先討論 山景要不要存在 他有他的重要性存在 他就是因為 有那樣的症狀關係 所以才有辦法 在河岸景觀第一排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車速有 而且他不是影響 主要車流速 車流量的 主要是 根本就是北門 而且 如果以平口的 平口的狀態的話 你就算這邊路變寬 你很快 可是 中間到路那邊 變很細的話 那你還不是就不行了 好 我們三分鐘到 謝謝 我們下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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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有請問 剛剛工作同仁來說明說接下來有兩位登記 這一位是這個葉雲雲 他要讓給 現在要進來的這位 大概就是六分 好 各位歡迎報告 就是登記兩位都讓給這位小姐嗎 是不是 三位 有三位 九分鐘 好 來 不是 最後一位是另外一位 你們就是兩位嘛 對不對 好 來 開始試驗 四秒數被扣掉 這兩張照片 其實我們今天要給文員睡帖了 三葉 好 那麼 其實覺得文化局提出所謂的廣通運輸社 我覺得是有點操之過急的 就是上一次的確 張老師是有講廣通運輸社的可能性 但是到底 是不是這樣子一張照片就可以解釋 他是廣通運輸社附屬設施呢 還是三井倉庫借給廣通運輸社使用 我相信就是張老師應該也知道 這還需要多一點的調查 那下一頁我們找到另外一個新市政 就是這個是民國三十五年更近期的貿易局的配資 配銷物資數量裡面有一個北門倉庫 是原三井物產諸事會設接收 那麼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這個所有權是三井物產應該不太是大的問題 下一頁 好 那個這是另外一份資料 他在講貿易局他就是專門處理 就是很重要的日本產業的接收的一個臨時單位 那這個貿易局就是他在查 就是有一些字啦 就是在講說三井物產諸事會設 他其實有一段時間又租給了日東運輸諸事會設 那麼所以他在接收的過程呢 就公文就跑了比較繁瑣一點 下一頁 好 那麼這個日東也有另外一個資料是在講說 有一個可能也跟當時的日東又租了三井倉庫的人出來講說 他的東西在接收過程中不小心被沒收了 然後希望政府可以還他公道 那麼所以我們覺得這幾個裙帶的關係是複雜的 這會致使說三井倉庫為什麼聲勢不明 恐怕在過程中是不斷的被他不斷的租出去 那這也只是推測 下一頁 好 那麼 那這個就是張老師也有提到所謂的那個明細圖 他用的是1928年 那其實這個明細圖呢 在歷年來就有一些變化 那所以這些其實老實說我覺得也不是很精準 對那就是給大家參考 下一頁 好 下一頁 那就我們還是覺得三井倉庫其實作為這個從大到城 城市從大到城 北門 然後甚至說城內 城內是在講說其實那個 岩平南路的開闢其實也帶動了城內的商業發展 那麼慢慢的拓到北門 從大到城移到北門跟從城內到北門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北門意向也非常重要應該要被考慮的點 對那麼希望說北三線 北圓環上面這個絕對坐標已經算是現在北三線上唯一能說明這個變化軌跡的最古老建物的這件事情應該要被重新考量 那麼就是漢堡的老師的那個話我其實覺得解讀上面是中性的 並沒有特別強調說北門的意向要大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人其實還是可以重新思考 就是所謂的北門印象到底要用什麼方式來呈現 那麼上一次我們也覺得在這個漫長的爭取過程中 其實已經上一次好不容易可以從清朝或是日據時代的氛圍開始做討論 那麼就應該讓交通的問題稍微退位一下 讓我們好好的來討論到底保存北門的意向 所謂的接關庭是要做什麼 對那我們提的三井倉庫這件事情其實很有趣就是說 三井物廠後來被我們的台灣農林公司接收了之後 台灣農林其實有很多的土地爭議大概也都可以上瀉到日據時代 就是在全省各地都在發生 那這個歷史重不重要需不需要被考量 這是我們不斷的希望可以再慢一點重新被討論的原因 那麼我們認為這樣子對於北門印象也會好一點 下一個 好這個是我們稍微畫的圖 那麼其實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人就是 關於三井的論述不斷的出圖 那有一些人也覺得說三井好像只是一棟倉庫不重要 但其實沒有什麼重要不重要 就像一齣戲裡面有主角跟配角 沒有配角也不能成戲一樣 我們不會說我們只要頒獎給主角不頒獎給配角吧 對我們知道影展也不是這樣子想的 那麼我們要說明就是說 另外一個論述說三井其實跟鐵道部或郵局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其實郵便局其實從1898年就在這裡了 那麼鐵道部其實最早從1909年也開始了 所以那個象徵性的關係即便三井物產不是跑到這兩邊寄東西 我們認為象徵性的意義還是有的 因為這一排其實就是都是非常有名的財團 所組的運輸公司 那麼可是再很可惜就是說1945年的空襲大概把很多都破壞了 所以我們現在根本都看不出來 下一頁 好那這麼這個是文化部的東文 就是在講說其實生意委員會是很重要的 下一頁 好那我們有電話的路行 等一下會有路行的報告 等一下還會有我們路行的說明 因為其實文化局畫的那個我們路行 把我們的路行畫的難看 我們路行沒有那麼醜不好意思 對希望等一下委員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麼就以上報告 然後希望如果要做討論的話 我們隨時就是很希望可以再進來補充資訊 好謝謝如果有需要 我們也是會邀請大家再度的進來 那剛才工作同仁 有特別來這個通知說 這個外面有很多希望能夠增加發言的名額 那我們還是希望大家都先完成登記 那我們看委員 那接下來還有登記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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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主席好各位委員大家好 好下一頁 就今天就記得我們希望 可以兼顧歷史跟交通的方案 就下一頁 那剛剛前面也提到 其實這個地方 就不止新代的歷史 還有日本時代跟後來的歷史 像我們看到新代新 那時候就蓋了北門陸城跟護城城 下一頁 然後在日本時代出席 因為要開閉鐵路的關係 所以當時總度就把北門的城牆 鑽了一個洞 讓鐵路過來下一頁 然後後來隨著 後來的歷史去改正跟讀計畫的發佈 北門和北門還出現了北山縣道 北門緣環 跟環道的北門緣環 所以有問題 包含它 暗約鐵路的平調道 下一頁 那到戰後 就基本上 早期還是維持 日本時代這樣一個讀事設計的狀況 只是我們渡過台北市的第一座天橋 在1968年的時候 還有旁邊的東華巷場 下一頁 那到後來 因為路市有快速發展 所以因為降通問題 所以蓋了北門交加橋 下一頁 那我們覺得這些重要的事件 其實都見證了北門這個地方 作為台北的一個 現在發過程的重要的見證 下一頁 那 正對這部分 我們正對目前的核定板 一起做了一些探討 下一頁 好 第一個是期待的一些歷史文理的展現 我們看到就是 就是我們以這些文理套結 目前的核定板的包含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旺城的部分數 被充分的呈現 因為旺城有一半都不在道路上 那另外 那邊邊的護城河的部分 因為護城河的原子 其實它的物理相對是比較小的 所以其實護城河的 護城河並無把它充分的展現 另外就是我們看到那個 中向西部的中心線 它原本其實跟北門 跟北色的成長線就在一起的 但是因為 整個路行北移的關係 所以到時它等於騙掉 下一頁 好 那本時期的話 我們看到就是其實北門原文環的文明 在這邊的書法充分呈現的 以及包含它跟鐵道的一些關係 下一頁 那 再後包含像天曉師類文明的書法 那其實在我們剛剛啟動給各位留言的 那個縮起裡面都有相關的一些論述可以來參考 下一頁 好 那是市場談交通 那我們覺得交通無論實質 因為合併版路行跟供應展板一樣 都是一次要快速發現到的 那我們覺得以前到我們的遊客 其實從北門展出來 就是從前面展出來到未來的每個廣場 那一次快速發現到其實對人情來說 我們覺得並不是一個人本的空間 人本交通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這次期我們知道 從站前到萬皇到板橋 就是會有很多車要從中向西部轉中華路 那其實這個部分也是一個 會有交通分流的問題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其實 南邊的部分好好下頁 好 第一個是各位有人看 模擬一下未來可能會發現到什麼樣子 結果其實有下期看任務入口派的照片 那我們也看到說其實發現到 它一個相當快的尺度 那對於一個 交通量排行入口來說 其實當行人要過去的時候 它感受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下一頁 好那就是目前就是 目前的臨時路程 我們看到其實是跨越是仙道的 那它北門的直路程 相對來說是比較接近的 那各位有人可以想像一下 後來當我們跨越北門 需要更加到八仙道的時候 究竟人們跟北門的關係 到底是清淨還是出源 可以請各位有人去想像 這樣一個未來的感覺 下一頁 好那另外南邊的部分 下一頁 結果各位有人 很多委員會說就是其實 目前都市計畫通過的方案 其它是一個跟成類是連成一個完全廣場 那其定不是的 因為其實孤島的概念 其它 國外路還是兩仙道 那我們剛剛發現到的部分 其它跨越來越是會有一個車流量的問題 尤其是一個車輛很複雜的路口 好下一頁 好我們時間到 謝謝 那其它部分就是 好下一頁 那這位是核定反路行跟臨時路行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核定反路行 它跟臨時反路行比起來 它有很多的變動 且未來要叫這個路行做施工的話 其實勢力會面臨到很大的 很長的交通黑暗期跟很複雜的一個動線的調整 好下一頁 好謝謝 時間到 時間到 我們還有一半的錢幫我交 因為今天如果既然需要討論方案的話 我們覺得 文化實體公的方案其實不是我們的方案 我們覺得如果沒有通通做說明的話 我們各位委員是無法公平的 就這樣的方案做真正的討論 因為你在後續在登記好不好 我們就會看時間 大家可以 但是我們確定比較好合我的問題 謝謝你 先時間到 因為我們有一大遊戲規則 謝謝 好謝謝我們下一位 還有登記的嗎 謝謝 我們下一位 還有登記的嗎 都登記 我們就很 好 好 如果 目前還沒有登記的話 還有五位是嗎 目前已經五位 已經五位 那他們後續可以再登記 我們看我這個時間 好 那如果在這個階段 我們先等於是聽取民間團體的聲音 佔告一個段落 我們等於是開放到六個人次 在這樣的狀況 家沒剛才去議員說要先發言嗎 不好意思好 主席還有我們各位委員 其實我剛剛是要去登記發言 可是你們今天是真的沒有登記 是真的沒有登記 不是他們在亂 是真的沒有登記 所以我就直接進來 那 其實我本來是要用 呃 民間團體的身份來 這個余會來跟所有的委員 致議 然後也跟所有委員報告一下 議會當時會通過這樣子的案子 會編列預算最重要的原因是 當時 一直不斷的跟議會談 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 塞井倉庫 它如果留在原址的話 一定會造成所謂的交通衝擊 這個問題 那因為交通衝擊的話 在所有的議會 所有的議員 也認為說 如果造成交通衝擊 導致這個西區門戶計畫 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那當然我們必須要妥善的處理 所以必須有一些妥協的方案 那所謂的妥協方案 到底所謂 妥協方案是什麼 是異地重組呢 還是平移的部分 才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當時 我們在議會審理這個預算的時候 是因為交通局告訴我們 都發局告訴我們 整個案子都是因為交通局 衝擊太大 那為了市民的交通行車 行車動線安全的問題 所以議會做這樣的妥協 我想在審理預算的時候 鄧副市長就坐在我旁邊 他也非常清楚 OK好 現在為什麼我今天會坐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很不喜歡 我也不想要在這個地方出現 我是認為說這個平台 還是要交給委員會 所有的委員 包括這邊在座 有很多文尊經的老師 我覺得應該是給他們 好好的去溝通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遵照文治委員會 包括議會也會遵照文治委員會 包括審議的結果 我們去幫忙協助政府 追動這些政策 可是顯然我後來看到 這些所有的推動政策的過程當中 我真的發現 其實 目前處理這個 三井這件事情 真的台北市政府 太過於草率 我怎麼說如何 如何說他草率 我先跟所有的委員報告一下 在去年的這個5月15號的時候 林副市長 他召開了這個局處 跨局處會議 由他主持 這個會議記錄寫得非常清楚 從頭到尾 沒有針對三井 倉庫這個歷史建物 要不要保存的部分 要求文化局去做所謂的評估 一開始這個會議記錄就是 要求新公處去執行 拆除三井倉庫 所以並沒有針對原子要不要保留 是不是原子保留 也會造成交通衝擊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移走 所以他一開始就沒有要留他 所以我認為說 市政府如果是這麼草率的處理 一個歷史建物 台灣的文化資產 有多少文化資產會被消失殆盡 這次才是我今天要做在這裡的原因 好 那既然他沒有寫 他並沒有要求說 要所謂的保留的方式 直接就說 我們只要 我這邊寫得非常清楚 他要求文化局協助 朝建物原子地面標註異象方式處理 拆掉以後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做在這裡 把這件事情跟所有委員報告 好 那今天我們應會通過的說 因為交通衝擊很大 所以我必須讓他遷移 遷移個70公尺 甚至下面50公尺 後來我們還在 不斷的跟市長要求 遷移的話 那公法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認為公法一定要跟議會報告清楚 我才會讓你使得動置這筆預算 去執行你要做遷移的動作 可是呢 我後來再要求說 那如果真的是交通衝擊這麼大 那你總要告訴我 衝擊量有多大 交通局